近日,科目三源于广西婚礼上的一种舞蹈 名字来自于网络热传的广西人一生中会经历三场考试 科目一唱山歌,科目二缩米粉 科目三跳舞,俗又有力的洗脑音乐 配上一套搞笑动作 加上海底捞电源频繁跳舞而爆红 进而吸引众多网民及名人跟风挑战 然而,这股热潮中却伴随着安全隐忧 南韩性感女神DJ Soda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她在挑战科目三舞蹈后受伤 并警告大众此舞蹈真的很危险 DJ Soda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身穿和服跳科目三的影片 虽然看起来享受舞蹈 但随后她却透露自己因此受伤 并用多国语言告知粉丝这一事实 她更在现实动态中分享了自己接受医疗治疗的照片 并提醒众人这支舞蹈的潜在危险 而这起受伤事件不是个案 最近有报道指出 有民众在跳这支舞时骨折或拉伤韧带 台湾运动医学学会副秘书长林信卿指出 此舞蹈中的平面反复快速弯折扭动动作风险较高 建议公众在跳舞时应循序渐进 并避免选择风险高的动作 案例接踵而来 高雄一位朱先生在KTV跳科目三时不慎骨折 对此 医生们也发表看法 强调受伤往往是多因素所致 包括个人的身体条件 场地环境 技巧水平等 最后 医生提醒大众 无论是哪种运动 都应该循序渐进 避免选择风险过高的动作 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高度肌肉力量 快速反应 或是在不稳定地面上进行的动作 更应该谨慎对待 以确保安全 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 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